你给我站住 妈 没两劲呢 妈 不好意思啊 路上堵车来晚了 没事 我也刚到 这位是你的女朋友吧 妈 这个是我女朋友 金莲 没事 哎呀 渴死了 你去给我拿瓶饮料去 去吧 给 这是什么呀 我要的是饮尿 饮尿 不是 金莲 她家没有你爱喝的那个饮尿 这个我们大家都能喝 不是 她家没有 你不会去别人家买呀 你笨死了 你过你啊 初遥 点菜 哎 女士你好 咱们吃点什么 三文鱼给我来两盘 东兴斑给我来一条 还有那个鲍鱼 鲍鱼鱼翅 一让给我来一份 龙虾给我来三只 还有那个燕窝给我来两周 行 就这些吧 啥鬼给我上啥就行 金莲 咱们就三个人 吃不了那么多吧 不是说你妈请客吗 没钱上什么高档餐厅啊 装什么富盆啊 没事 我请客 就让她点吧 好的 稍等 马上给您上菜 都吃好了吗 妈 吃饱了 还行吧 跟我平时吃的可差远了 凑吃吧 你好 副员 打包 什么 打包 你当农村吃大喜呢 这么高档的餐厅 你说打包 你兜里带塑料袋了 不是你真吃不了 兜着走啊 我给我儿子面子 不跟你计较 你别蹬鼻子上脸啊 不是你这一个农村土老太太 在这装什么大老板呢 丽莎 你怎么跟我妈说话呢 你别扒了我 扒到我干啥呀 不是你一个农村老太太 你要什么面子呀 你父母就是这么教育你的吗 你父母 没有教育你怎么做人吗 没有教育你浪费可使吗 你铺张浪费不丢人 我们打个包就丢人了 还有我们农村人怎么了 农村人勤劳肯干 倒是你 我怎么了 你 你你给城里人丢尽了脸 妈 他一事无成还贪慕虚荣 这样的人将来也会为了贪子而不要你 你自己啊好自为之吧 哎 妈 我告诉你 我可是千金大小姐 我不差你这点钱 今天你要和你妈走了 我可就不要你了 金莲 我告诉你 你有没有钱 跟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我们家就是一个普普通通地地道道的农村人 粮食对我来说才能填饱肚子 我站住 儿子 像这种贤贫爱富的女人啊 不要也罢 走干妈回家 不许打 呼 curiosity 不许打 你 Option